腾讯发钱了 12月23日一早 腾讯控股就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 据接近京东的人士对财新表述 约在两周前 腾讯和京东就已经暂停在数据方面的交换 但广告投放和支付领域的合作尚未改变 如若前述解读无误 那么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是 让腾讯放弃大股东席位的将不只是京东一家 这个可能的名单还包括 听多多、美团、滴滴、快手、知乎 甚至是B站、小红书、唯品会 参照腾讯选择退出京东的理由 即京东能够为其未来发展自筹资金 且现金流为证 那么参照以上多家企业的发展现状 均有可能排上日程与腾讯分手 根据京东向美国SEC递交的文件 截至2021年2月28日 腾讯通过全资子公司 黄河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京东5亿2720万7099股A类股票 持股比例为17% 为京东第一大股东 享有4.6%投票权 一位接近腾讯的人士 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腾讯这时工程深退 投资近8年 京东和旗下上市公司 已经实现自我造学能力 京东也迎来了投资收益期 腾讯则即退出 让股东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好选择 事实上 这段合作也是腾讯通过少数股权投资 支持创始团队 创造正面价值的典型案例 因此 市场分析人士称 腾讯这次通过派息减持 而不是集中减持 对京东股价影响较小 按照腾讯的投资逻辑 未来大概率还将以少数股权投资的方式 持续发掘新赛道 很久不见了